大家好 我今天继续来分享我们车祸 这个十真八字命理第四个命葬 那这个也是一个男命 这个男命是出生在1980年3月4号 3月4号 那各位看到这个八字白胆 这个是比较有明显的 一个征兆就是一毛红葱 变身冲 这边冲 这边冲 各位知道这个 月耐指定里面有一句话 两眼不冲身 两身不冲眼 等于是两个眼他不会冲一个身 那两个身他不会冲一个眼 所以呢这个 那这个八字其实这边是 生子河水嘛 水来生物 这边这个冲比较厉害 但是呢 因为 不管是两身冲眼 两眼冲身 你难保怎么样 不答应留脸的再来会 三个来冲一个 或者是两个来冲两个 就跑不掉了 那么这个命照本身 就是 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 我最后分析这个命照主要是告诉各位 有一种结构一定是非常大的凶险 就是属于 羊刃冲合 我过去讲过 羊刃冲合 那这个八字当然第一个是这个样子 第二个呢 冰火呢 这个本身也是带福音 也是带福音 那生子呢 他会要一个层出来 一个层 所以呢 水非常的旺 水非常旺 那么这个八字其实 水来圣物可以 但是如果说 这个水非常旺 那么如果像走在这种 盐汝序来河的时候 什么样 就会造成水火大战 所以这个八字其实在天干 这样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土生金嘛 金呢 这两个火嘛 这两个火 同根在盐嘛 那这个天干也是火金两局 地支呢是水木 但是如果走到火的话 就变成了水火 两局 所以 各位在断八字一定要非常注意 这种两局 对战的情况 多半都会有凶险的事情 何况这个八字呢 基本上是一个标准的 洋刃冲合大院里面出身 那 那这个地支里面 本身这边带空 这边带飞连大号 也是破顺 因为跟年 年之相冲 这个叫大号 也带雪刃 易马带雪刃大号 这个都已经给你标记 这绝对会有在 车关里面发生的事情 好 好 那这个人是 在任务大院 我在研究这个 车祸里面 我们发现 有一些免料非常注意 就是天干跟地支本身是对客 像庚岩这种天干地支 那这个正鲁是天干地支水火客 那其实上这个八字隐隐约 各位可以看出来它也是消印夺神 这边是消印嘛 消印其实上面就石神嘛 等于是石神做在消印上面 有时候 你走那个大楼楼走这种消印 底 Tor 那种之后 有时候你走那个大楼楼楼楼楼楼�Ron 酒表示 為什麼在這個大運出世呢 因為任務嘛 走進來 楊刃 楊刃帶齋煞這個非常兇 楊刃本身就是一個兇神 你要帶齋煞進來 那這個八字組合很棒的 為什麼 因為他一進來以後就直接沖河 楊刃河也嘛 河就不喜歡沖嘛 那你看他直接就是沖河 很多八字他楊刃一過來以後就直接沖河 不用等到流年 他就直接沖河 好 那第一個標記來了 就一定會有射停 而且這個跟怎麼樣 這個大運跟日柱 各位知道 大運、歲運跟日柱天鶴地沖 都要非常注意 交通問題 突然發生了 突然發生了問題 那麼三十一歲 庚演年 這一年出世 那麼這個庚基率出來以後 又強化這個任水 各位看到這邊本來是火軍嘛 那走到水運的時候 土生金 金生水嘛 水就跟冰火對戰了嘛 等於是天干變成了 水火對戰 對不對 這個局就沖了 那地支呢 又走到岩 那我們剛剛講過了 兩身不沖岩嘛 但是兩個岩他就對沖了嘛 他就沖 所以一定會衍生出來的這種戰舉才會出事 所以走到岩 兩個岩沖 兩個岩沖 四處就一定動了嘛 這邊就沖就動了嘛 這邊也動了嘛 就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這個神沙 這個神沙這個岩 也有非常的糟糕 這個岩是什麼 雪刃大浩跟沙門都在演 都在演 所以直接對沖 那各位 如果戴這個飛臉的 也經常是飛來橫臥 這一臉留下 這個都是意外兇險的心 那這個他一合過來 等於是把他帶過來一樣 所以他在這一年 渴破 那這個也是岩身沖嘛 金刻木 各位要知道 如果說是踩壞印 踩印交沖 對沖的 也是經常會出車禍的 尤其是這種金木 帶踩印 這種對沖 因為金多半只向汽車嘛 金木交戰一定會損傷 像這個基本上可能頭部也受 中傷 打到眼 打到眼 所以那這一年的話 更年直接對沖 所以我想這個命照也是 印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只要是陽刃沖合 本身八字裡面已經有沖 陽刃再來沖合 多半是意外事故 雪荒之災 撤禍 發生的機率非常大 那這個命照跟各位一起到這邊 謝謝大家